这一讲介绍回溯算法的实现和一些例子 我们先看一下回溯算法的地规实现 地规实现呢 它是这样一个地规的过程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地规的过程 这个地规的过程呢 就是在地K层它做了什么事情 首先先看K是不是大于N 如果大于N的话 相当于这N个分量都已经负了值了 就得到了解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解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当K小于等于N的时候 就是说要对地K的分量进行负值 就考虑这个可取值的范围是不是空级 如果不空的时候 就把这里边的最小的值 负给地K的分量 负完了以后 把这个用过的值 从代用值的集合中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就计算下一层 它的取值范围有什么变化 如果这个时候K已经到N了 那么下一层的取值就是空级了 接着我们就地规的对K加一层 进行同样的处理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就等于对一个分量进行了负值 并且把它转到调用 对下一层的继续的处理 那么整个算法的过程呢 就是从这个开始做的 它的输出是找到所有可能的减 首先我们先计算 每一个分量取值的初始范围XK 把有了约束条件的范围的初值 也先复成初始范围的值 下边就从1从第一层 开始地规调用刚才的算法 这样就一层层做下去 最后就找到所有的解 这个是地规实现的思想 下边我们看一下迭代实现的方法 迭代实现的方法 跟地规的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先对所有的各个分量 确定它的初始的取值范围 就是大X1到大XN 然后我们从第一层开始做起 先计算当前的取值范围 然后这个取值范围不空的时候 就取它的最小值 把用过的值从取值范围里去掉 当K小于N的时候 就进入下一层 计算当这个XK取了值以后 下一层取值范围的变化 如果K已经等圆了 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解 这是它的这个对DK层的处理 跟刚才地规调用的思想是一样的 当K大于1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这个取值范围已经空极的情况下 要考察K是不是大于1 如果当K大于1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回溯 回到它的复节点 然后对于它的复节点 再继续地看它复节点 还有没有下一个可能取值的值 然后再接着进行搜索 如果当K等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什么都不做了 相当于就回到根了 整个的算法结束 这是它的基本思想 那么这里边呢 它有几个主要的动作 一个是确定初始的取值范围 这个时候是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时候 就是还可以有方向 可以继续向前走 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分支搜索 那么在第九步 就是说当已经没有值可取的时候 它就要进行回溯 所以主要的是这三个过程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装载问题 有N个集装箱 需要把它们装上两艘轮船 轮船的载重量是C1和C2 两个轮船的载重量 那么Wi呢 是第二个集装箱的重量 所有集装箱的重量加起来 比两个轮船的载重量之和 应该是小于等于 问有没有一种合理的装载方案 把这N个集装箱装上船 如果有的话就给出一种方案 没有就回答没有 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里边一共有七个集装箱 这是它们的重量 两条船 第一条船的载重量最大是152 第二条船是130 那么对于这个实力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解 就是把1号 3号 6号 7号 装入第一艘船 那就是90 40 12和10 这四个重量的箱子 装入第一艘船 其余的装入第二艘船 那么两艘船都不超重 这是有一个合理的装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种问题的求解思路 它的输入是N个箱子的重量 表达成一个向量 然后C1 C2是船的最大载重量 这个是输入 输出呢 它就是哪些个标号的箱子 装入哪个船 这样的一个输出 我们的做法是 令第一艘船的装入量是W1 然后呢我们用回溯的算法 求使得C1减掉W1 达到最小的装载方案 也就是说 我们尽量使第一艘船 装得越重越好 但是在不超重的前提下 装得越多也好 找到这样的一个装载方案 找到以后 我们就拿所有箱子的总重 减掉第一艘船的装载的重量 剩下的就是剩下箱子的重量 看看这些个重量 超过不超过第二艘船的载重量 如果不超过的话 那么就找到了一种可行的装载方案 如果找不到就回答No 这就是算法的设计思想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尾码 这个尾码呢 可以先对这些个重量排一下序 然后把第一艘船的空隙 就是说可以装的重量的最大值 先复成第一艘船的载重量的限制 这个best呢 是什么呢 是第一艘船装好的时候 它所装到的空隙 这个空隙是尽可能的小 就是best越小就是最好的解 然后我们从第一号箱子开始来考察 现在考察第二个箱子的装不装的问题 就是在第三行到第六行来处理 如果装入以后重量不超过第一艘船的总重 那么就把它装进去 装进去以后 这个第一艘船剩的这个空隙量要减少 它要减掉现在装入的重量 那么xi等于1 这个时候就表示它进了第一艘船 下边接着考察下一个箱子 否则的话如果装进去以后超重了 怎么办呢 不装xi等于0 接着也考察下一个箱子 所以这个第三到第六行 是考察第二个箱子 是装还是不装 然后修改它的这个装入量的剩下的空隙 那么当i已经到n的时候 等于n个箱子全考察过了 这个时候b就是当前这种装法 第一个船所剩的空隙 如果这个空隙比原来的最好的空隙还要小 那么我们就要记录这个新的解 并且把这个空隙进行更新 用这个更小的空隙来代替原来的这个最小的空隙量 那么到这个做完以后就要做回溯了 就是从它回到它的副节点 来处理下边的搜索过程 那么如果回溯过去以后 回溯到一个可以继续搜索的节点 当这个节点如果是一号节点的时候 说明已经回到根了 这个时候只能输出解了 如果它不是一回到其他的节点 那么还有右边可以继续搜索的这个空间 这个时候就回到三继续进行向下的搜索 这是它的算法的基本思想 我们看到这里边的B和Best 一个代表当前的空隙 一个代表已经得到的解的最小空隙 就是这个Best 那么这一步是代表着回溯的过程 这个回溯就是说 从爱好节点向上继续的回溯 找到如果要沿着右方向的分支回溯的时候 要一直回溯到 发现是沿着左方向回去的这样一条边 我们才可以转到右分支的搜索 所以这个回溯的过程呢 下边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是这个回溯的过程 如果它是从右边的这个分支 就是xi等于0的这个方向回去的 我们就不断地向上走 一直找到它是从xi等于1的方向回去的 就是说我现在回到的这个地方 是装的这个选择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转成布桩会怎么样 这样就从这棵左子树转到它的右子树 然后进行布桩的这样的处理 就是修改这个轮船的空隙 然后找下一个箱子的桩和布桩的判别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我们用一句话来反映 就是如果沿着右分支一直回溯 直到发现左分支的边为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下一步就来搜索它的右分支 如果没有发现左分支的边 就一直回溯到根算法就结束了 这是它的回溯过程 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就是刚才那个例子 这是它的箱子的重量 这是两条船的载重限制 我们看到这就是这棵树的搜索过程 第一个箱子先上船 那么第二个箱子是不能上船的 90加80超过了152 所以这个分支是不能选的 因此它就从这儿回到这个复节点 接着向右走 向右走就是第二个箱子不上船 不上船的话第三只箱子上船 上船以后第四只箱子不能上船 因为它要上船的话 破坏了约束条件超过了152 因此这个支回到这儿再向右走 向右走然后下一个箱子可以上船 这个上船以后已经到了150了 再下一个箱子就不能再装了 所以这儿又回到它的右分支 然后第七个箱子也不能装 再回到右分支 到这个时候七个箱子都考察完了 得到了一个可行解 那么由这个节沿着右分支回溯 回溯回溯回溯 回到复节点 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从左分支回到的边 那么到这个节点以后 我们继续向右搜索 向右搜索就是说 第五个箱子继续不装船 然后第六第七个箱子又装船 到这个时候我们找到的这个解 比刚才那个解还要好 就把这个解记下来 这就是它的计算过程 那么接着往右边的这些个继续的计算 我在这个图上就没有再继续画了 这只是画了搜索数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最终找到的就是这条路径所代表的解 那么这个解是什么解呢 就是这个方案 一三六七 这四个箱子装到第一艘船 二四五装到第二艘船 这个是它的解 那么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它可以达到一个指数量级 因为对于有些个输入实力 它基本上两个分支才不到多少 那么每一层都是两个方向 一共n层大概是2的n次方个夜节点 所以它的工作量呢 可以达到一个指数的时间 把这一讲小结一下 回速算法的实现 我们给出了两种实现的方法 一个是地规实现 一个是迭代实现 那么对于装载问题呢 我们先给出了问题的描述 给出了它的尾码 另外我们分析了 它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 是一个指数时间的算法 往往回速算法 它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时间复杂度高 关于这一讲就介绍到这里